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铃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有成人用品的店铺外 非经营牌的商家在下方链接里填写申请信息 会在2-5个工作日开通直播权限 直播功能是否开通成功 商家可通过检查自己能否正常访问 直播创建链接判断账号是否获得直播权限 直播创建入口点此进入 二 直播业务介绍&商家操作教程 网红直播合作可以添加Json微信3 商家直播常见问题 直播创建问题 一 请达人来做直播 是让达人自己创建直播间吗 答 如果商家邀请达人为自己的商品做直播 可以由商家自己创建直播后 将OBS推流的 O和T或者手机推流的二维码 给到达人让达人准时直播 也可以让达人自行创建直播间 商家将直播间所需添加的商品公告 又会劝信息给到达人 二 国内直播的时候 商家可以边直播边录制 然后做成宝贝讲解的视频 有些人进来就可以直接看那个宝贝的讲解 目前我们平台直播支持吗 答 不支持 不过卖家可以将整个视频下载下来 之后自己截取一段一段的 三 找达人创建直播 意味着卖家不需要有申请播权限是吗 答 达人自己的账号创建直播的话 卖家可以没有有权限 但没有直播权限的账号 观看直播必须要链接VPN 无直播权限的商家 手机端观看需要VPN 电脑端观看 无需VPN推流相关问题 一 手机APP端 扫描推流二维码后 没有反应 答 当前仅支持iOS系统端 APP推流直播 二 点击手机APP端 直播推流开始按钮后 直播未开始 答 点击该按钮后 仅代表推流开始 还需回到PC端 直播中控台点击开始直播 才代表直播开始 三点OBS软件 一直没有画面 是什么原因 答 一般OBS会默认 检测视频输入设备 请在画面显示框下方的混音器里 检查是否有视频捕捉设备 如果没有可以试着在电脑里 安装一个驱动精灵 给硬件装一下驱动 四推流后中控台看不到画面 是什么原因 答 中控台兼播画面中 有播放键 点击后即可看到推流画面 会有一定程度的延迟 五 开始直播后 不小心点了 停止推流怎么办 答 可以尝试重新推流 重新推流会有一定时间的延迟 在新等待后 在中控台查看推流画面 如有问题请联系我们 六 一场直播可以同时使用 两种推流方式吗 答 不可以直播设置相关问题 一 直播时间还没有开始 是否可以在后台修改一下直播的时间 换一个时间段直播 答 直播时间还未开始时可以修改时间 二 创建房间时会选定某个国家和语言 将来在其他国家或者其他语言的界面就无法同步出来吗 包括详情界面和Live频道 答 PC 页面有国家语言分区 App端会自动根据系统设置语言将对应语言的直播潜质 不影响商家把直播同步到店铺界面 只是前端在展示时会自动根据国家和语言个性化推送 三 直播封面是否可以加文字 答 正方形封面不能包括任何文字信息 可以放商品或主播的样子 长方形封面可以出现部分直播相关信息 具体要求 A 800 x 450 的封面 一封面尽量包含主播或者商品 突出直播内容 二 色彩鲜亮 但不要太过花上 尽量不用白色作为背景色 人速体现直播或者直播内容就好 三封面中包含时间 另一点等内容 B 正方形的封面 一可以是主播的近照 可以是商品的特写照 二不要出现大量的文字信息 可以有少量的商品亮点 折扣信息等 关键词注意 每场直播必须有自己单独的封面 重复封面的直播会 被驳回直播同步到店铺相关问题 一 直播同步到店铺后 店铺未显示直播相关信息 答 首先请排查 店铺装修版本是否为3.0版本 非3.0版本店铺装修 不支持直播同步功能 确认店铺装修为最新版本后 请查看距离直播开始时间 是否小于48 小时 若距离直播开始时间 大于48 小时 点击同步直播后 不会立即出现在店铺首页 待距离直播开始小于48 小时会自动出现 达人直播不支持 直接同步到直播间 可以通过添加图文板块 便接到直播间的方式 将直播同步到店铺 二 一个直播 可以在多个店铺同步吗 答 达人直播不支持 直接同步到店铺 可以通过添加图文板块 便接到直播间 当达人直播间 有多个店铺的多个商品时 可以将该直播间 通过以上方式同步到店铺 如果是商家直播 不建议将同一直播间 同步到不同店铺 三 如果客户创建直播之后 没有点击同步到店铺的话 就否不会展示出来 答 没有点击同步到店铺 则不会在店铺展示 但如果申请了精选频道资源 并且资质达到要求的直播 则可能展示到 Feed中的Leave频道 若两者都不点击申请 则两个位置都不展示 直播观看问题 一 看不了直播 点进正在直播的直播间 显示直播已结束 答 如果观看直播的用户 拥有直播权限 当前 IT是 国内IP就可以观看 如果没有直播权限 国内IP会被限制观看 但由于商家自己无法使用卖家账号 登陆买家端APP 而卖家端APP又无法观看直播 所以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连接 VPN海外虚拟 IP观看直播 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